花莲知名的瑞穗伍赫咖啡 部落族人除了多数获有机认证生产咖啡 产销班长黄葱儒还自制天然蔬果酵素防治病害 而有趣的是在园区放养的生蛋鸡 自然繁衍至第七代 也成为农民额外的收入 埋领班员 以有机栽培生产咖啡的班长黄葱儒 即便近两年来饱受咖啡国小肚虫害 产值收入双双锐减 但是任与班员咬牙坚持有机生产 瑞穗有机咖啡产销班超过20公顷的咖啡员 几乎就分布在吴赫台地加拿拿部落 炒生栽培并且严格禁止任何化肥农药 黄葱儒就利用蔬果温丹柚等水果 来自制天然酵素防治病害 以自然方式增加地利成效作助 不同于其他班员 黄葱儒也在咖啡园内兼种苦茶树以及姜黄 增加农地生物多样性 另外投入有机栽培生产第一年 也同步在园内放养的圣诞机 如今也自然白年倒地期待 也增加额外收入 哦 好几代哦 这里已经七八代了吧 好几代了 都自然生产的 那他们在咖啡园有什么对你的咖啡园有什么帮助啊 哦 帮助很大哦 怎么用 可以帮你可能搬土啊 然后帮你吃一点草 有些草很难处理的他们可能会吃掉 像这个啊 像这些杂草就是那个圣诞机的环境 然后它这里没有炸它就会雨到这里 哦 是轮根就对 然后它就会帮你储藏 哦 那会不会偷吃你的咖啡豆 会呢 机会吃 它会吃 它会发觉里面有床 它会跳上去吃那个床 花莲不论有机栽种 或者认证面积皆为全台之冠 瑞瑟有机咖啡园 以有机栽培生产的咖啡 也有近十年之久 目前正是咖啡产季 光充如期盼大众也能支持 在地有机咖啡农产品 支持花莲有机农业 共同维持台湾饮食安全 记者是玉兰 瑞瑟采访报道